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5月26号 潘哥来到了万景市的王府井购物中心 王府井位于加拿大万景市的16街和Woodby Avenue的东北角 他是在2019年落成 那个时候也是北美最大的亚裔购物中心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来说 其实王府井作为亚裔的市内购物中心来说 他也是最大的 王府井其实拥有城中最大型的宴会厅和会议中心 市内的停车场高达2500个停车位以上 地面大潭中央也可用作表演用途 预设座位大概500个 可同时容纳1500位宾客 对当时的王府井的建王府井的建筑商来说 目标还挺大的 其实在王府井的周边环境非常优美 有购物球场 还有名校和教堂等等 当时他应该在里面想建银行大型超级市场 实装店 礼品店 餐厅 美食 广场 美容店 咖啡店 理发店 零售店 等等 平栏满目为购物人士提供以千计的选择 今天找进了王府井 其实商场内冷清 非常冷清 然后走廊也空荡荡的几乎没什么冷 也看到了里面有很多没有租出去的空置的商铺 看来生意还是非常惨当的 王府井大概是在五年前开业的 但是可能生意没有达到一期的盈利 目前商铺很多都还未出租出去 看来生意非常惨当 很难维持一个盈利的状态 这几年因为通过膨胀 其实加拿大各地的餐馆 还有零售行业都在走下坡 因为消费者正在面临菜单价格上涨的问题 因为工资没有涨 物价一直在上涨 其实消费者现在面临的问题很严重 再加上这几年 加拿大的银行利息也在不断的上涨 没有下降的趋势 近年来由于物价的不断上涨 整个加拿大的通货膨胀也没有得到缓解 其实加拿大仍处在一个比较高昂的生活成本 所以说这些通胀的压力正在改变 节约市场中顾客的消费习惯 很多人宁愿去超市买菜 在自己家里煮食也不愿外出消费 不幸的是由于目前的经济形势 其实我们看到1月和2月份的时候 有很多零售商都宣布破产 然而在加拿大现在不只是零售业 非常惨淡 餐饮业也是更烂能 难以支撑下去 就在今年呢 其实也有很多大批的多伦多华人喜爱的中餐馆 咖啡馆以及商店等和小型企业等 中风关门结业 其实有不少的华人都非常熟悉和喜爱自己的中餐馆 还有一些是历史比较悠久的中餐馆 他们甚至也关门了 都是因为经济不好难以支撑 由于加拿大的通货膨胀高企不下 企业的投入成本 以及要还的利息和债务成本 都是面临的各种危机 在所有行业中 餐饮小企业受影响的范围其实也难管的 其实目前在加拿大有50%的餐饮服务 运营商目前是处于亏损的状态 或者是勉强平衡的状态 同时高昂的生活成本也让加拿大人减少外出消费 还有很多人吐槽现在18%到30%的消费潜规则 我希望在2024年的下半年 大家喜欢的餐馆都好好的 也希望陆续有新的餐馆能够逆流而上开店 带给我们更大的希望 开始吧